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 音次物理量的音次 一支三的部分 什么叫做音次呢 音次其实它就是物理量的一些组合 物理量的组合 而且通常我们是用基本量 基本量来表达音次 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高一的第一章或第二章 第二章有介绍七种 基本物理量 还有七种基本单位 是由科学家去规定出来的 讨论出来的 是最常用的一些单位 他们把它叫做基本单位 它对应到七种基本量 比如说 公分毫米公尺 这个的基本 它是他们是属于单位 那这个是什么的单位 是长度对不对 那长度这就是物理量 那长度是一个 也是一个基本量 因为很多东西都跟长度有关 很多东西它都有长度这个性值 那么 我们会说它的音次 就是长度 因为这时候还没有组合起来 因为这时候还没有组合起来 所以它的音次就是长度 那我们会用代号表示 那我们会用代号表示 取这个长度英文的 第一个字L 来当做长度 来当做长度 因此的代号 那再来呢 比如说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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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是秒 分钟 小时 或什么毫秒之类的 这就是它的单位 但这些的单位物理量就是 时间 那时间就是 也是一个基本量 是很多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跟时间有关 那它的音次就是时间 我们这时候可以用大T来表示 就是取time的第一个字 那还有 速度 我们开始把它组合起来 如果说是速度的话 可能是每秒几公尺 每小时几公里这样子 这是速度的单位 而 它的物理量就叫速度 那它的音次呢 就是 长度除以时间 而不是速度 它的音次就会是L 长度除以时间 大T 然后可以把它写成 可以把它写成L T的负一次方 因为T分之一 就可以写成T的负一次方 这是我们习惯的写法 这样子 那么 接下来呢 比如说加速度 加速度 是 公尺除以秒平方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或者什么公里除以小时平方 等等的 总之呢 加速度这个物理量 它其实是由 用长度的 长度和时间去组合而成 那它是用长度去除上两次的时间 两倍的 两次方的时间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写为L T-2 这个就是加速度的音次 音次就是用基本量去组合的一个情况 就是用基本的物理量去组合 然后会得到这个音次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基本量 我们刚刚没有 复习 叫质量 质量的单位呢 就是 毫克啊 然后克啊 公斤啊 这些都是质量的单位 而它的代号 它的音次就是质量 然后代号用大M 因为质量的英文Math 它的头一个字就是大M 那有没有什么是加速度和质量 可以组合而成的物理量呢 就是力 就是力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讲力的20页 20页它的范例呢 就有写到 请我们写出力的音次 那力的音次呢 就会是用加速度乘以质量 为什么 因为 各位以前都有学过F等于M A 这个F就是力 那这个M就是质量 这个A就是加速度 所以 力它其实就是定义为 质量乘以加速度 那也就是说 力的音次是什么 就是用质量的音次 去乘上加速度的音次 所以结果会变成 M L T -2 次方 这样就是力的音次 那力的单位就是 质量的单位 乘上加速度的单位 这样子 那在20页的第二题 范例的第二题 还有问我们力矩 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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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以前有学过 就是力乘上力弊 在国中的时候有学过力矩 就是力乘上力弊 那力的话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力 而力矩的话是长度 一段长度 所以其实力矩它的音次呢 就会是力的音次 再去乘上一个长度 所以它就会是力的音次 去乘上一个长度的音次 结果就会是 mL平方T-2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力矩的音次 而力矩的单位呢 就是力的单位 再乘上一个公尺 力的话是公斤乘上公尺 除以秒平方 那这时候我们再乘一个公尺 乘上一个公尺 就变成了力矩的单位 好那么底下呢 有马上练习 这里也跟各位介绍一下 马上练习一 功的音次 做功就是力乘上位移 做功是力乘上位移 那这个力呢 音次刚刚说的 就是mL-T-2 那这个s是长度 长度音次L 所以乘起来变成了 功的音次就变成了 质量乘以长度的平方 乘以 时间的负二次方 那结果是跟力矩是一样的音次 这是没错的 这是没错的 只是 功和力矩在物理的 物理上 它们其实是代表不同的意义 它的公式是这样 以后我们会讲到它怎么来 这个目前只有 说 回忆一下高于时候的 所学过的 高于时候所学过的动能 是二分之1mv平方 那它就是质量乘上速度的音次 所以质量 音次代号大m 乘上速度的音次 L-T-1的平方 结果一样也是 m乘以L平方T-2次方 结果跟前面的功和力矩 既然音次也一样 动能当然会是跟功的音次一样 因为动能是能量 然后功也是能量 所以它们音次会一样 那重力位能的音次呢 重力位能也是在高一的物理里 还有国中 你直接背起来 是mgh 它的公式是mgh 它也是质量的音次 它的音次也是质量 去乘上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g 加速度的音次 L-T-2 然后再乘上长度的音次 h高度 高度h 它的音次是长度 所以最后还是一样 是mL平方T-2次方 那这个也是能量 重力位能也是一种能量 所以它的音次会跟动能一样 也跟做工一样 就介绍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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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